澳門行政象官選管會今天展開了會議 會上初步確定了今年行政象官選舉的預算是3200多萬元 比上一屆選舉多了12萬元左右 主要原因是通脹和選舉場地以及工作人員的調整 會上確定了6月16日進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 時間是早上9點直到下午6點 兩會期間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已經公布了行政象官的選舉時間在8月 有記者問及道是否已經落實了選舉日期 選管會主席宋敏利就表示 最終的選舉日期不是選管會可以公布的事項 要由行政長官來決定